今天就是為大家期待已久的新家改造系列 然後今天要來帶大家看的是浴室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為什麼今天浴室會單獨介紹 因為浴室是我們家唯一一個全部卡丁重做的地方 其實本來預算不夠的狀況下是沒有想說要重做 但是呢 什麼改都不滿意 然後剛好就在這個時候呢 我有一個朋友他們家是做瓷磚的 我們就叫他瓷磚掃開 有一次在喝酒的時候 那時候跟他講說我買新房子 他就在這個大家喝酒的過程當中 他突然就說 你以後買新家的瓷磚我全部贊助你 我送你讓我入錯你 然後大家喝完酒 然後呢這件事就過了大概半年後 所以我就跟他說 如果跟他買瓷磚會不會給他便宜這樣子 誒 殊不知他居然不是酒後亂講話 他是有自己的這個承諾 他就說幹嘛買 我不是當初就已經說我要送你瓷磚了嗎 所以我們就感謝瓷磚掃開 他們家的瓷磚品質真的很好 所以如果你們對瓷磚有興趣的話 我寫來這邊好了 然後後來還發生了一個小查取 就是我PO了一個限動在問浴缸跟洗手台 結果呢就被OVO經典衛浴的人看到了 然後他就說 邀請我去看看他們家的東西這樣子 那因為我從以前就有耳聞過經典衛浴 然後我也問了我的水天師傅 水天師傅大推他們家的東西 所以我就決定 這一次的浴室全部都用OVO的東西 Anyway 以上的種種呢 天師第一人和讓我決定浴室OK 可以勇敢的砍掉重練 那在我們介紹浴室之前呢 先讓大家看一下這間浴室原本長什麼樣子 原本的浴室門打開後 左邊有一個小小的洗手台 還有一個超大的淋浴間 淋浴間的旁邊呢就是馬桶 馬桶旁邊又是一個超大的按摩浴缸 但是呢因為按摩功能已經壞掉了 所以它現在就只是一個超大的浴缸 如此大的空間感覺有一點浪費了 所以決定全部打掉 重新規劃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始帶大家來介紹一下 我們的浴室到底做了哪些改變 首先第一個看到的呢就是這一區 盥洗以及洗衣間 那顧名思義就是我會在這邊盥洗啊 抓頭髮啊 刷牙啊 做小保養啊 什麼的 然後也會在這邊洗衣服 那因為那個OVO經典位於他們是有客製化服務的 就是你可以完全兩尺寸然後去訂做出來 這個檯面呢算是我自己用到目前為止 最滿意的一個東西 首先是它非常非常的寬 就是直接跟我的浴室一樣寬 很大 然後很好用 我有時候衣服用完啊 什麼我都還可以丟這邊 大概會噴濕的 只有這一區 所以這裡幾乎全部都是乾的 我還甚至可以浪費一個空間來放那個暖竹燈 就是我之前買了一個很美的暖竹燈 那個浴室的角落濕起的重 所以放個暖竹燈感覺可以吸一點濕氣 重點是燈不關 還可以聚材跟聚器 那回到這個檯面 這個檯面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這個洗手台 我是選擇下纖式的 就是讓臉盆在下面的 那因為以往我自己使用的洗手台 都是使用所謂的檯面盆 但是一來這個浴室 大家也看到我這個浴室真的很矮 我174公分 只差這樣子就撞到頭了 超過185好像就會撞到 這浴室只有185 因為畢竟我們家是加成嘛 所以它的致命傷就是很矮 所以如果你要這個檯面 你又要再放一個檯面盆 它其實會壓縮到很多空間 所以我就直接捨棄檯面盆 二來是我發現檯面盆 萬一你水噴到外面 你只能把水擦掉 可是今天你選擇用這種下纖式的臉盆 你呢只要有任何的水就像這樣 好我洗手 啊啊啊好噓啊好噓啊哇 啊啊好噓啊好噓啊 水噴的到處都是 怎麼辦 沒關係這時候你就順手這樣 哈哈哈哈 就可以直接把水送進臉盆裡面 非常方便 如果再更聰明一點 不太的話這個15塊錢台幣 就買到的這個小刮板之間 安捏 清潔浴室 無告乾淡啦 好幫大家開個燈 沒錯我的這個鏡櫃下面呢 還做了一個燈 可以讓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 然後呢你就這樣 好乾淨好好照顧哦 用到目前我現在已經住 新家住了兩個月左右了吧 我真的覺得 下千式的臉盆 非常好照顧 然後而且這個下千式的臉盆呢 他們那時候有蠻多型號可以選擇 但我選了這個是 洩水弧度很大 所以水下去的時候都不會積在這邊 都會直接進到這個排水口 再加上他們的這個 釉料是有抗污的功能 所以臉盆算是非常好照顧 這樣子 然後呢我這一塊台面的食材 叫做丹麥小鎮 經典他們那邊呢是可以讓你去挑 然後你來配的時候 他們是會拿出很多可以讓你選擇的 然後那邊配半天 我最後選了這塊丹麥小鎮 應該算是非常聰明的選擇 它的顏色跟浴室很搭 然後它的顏色很舒服 但是 因為它上面有蠻多雜色的 所以其實蠻好照顧 就是有水痕看不太出來 然後剛剛肉講了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的這個龍頭 我的這個龍頭呢 我選用了一個很特別的顏色 是白色配補鏽鋼的顏色 這個龍頭等一下大家會不斷的看到 因為我們整個浴室 全部都是選用這個龍頭 然後呢我們再往下看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呢是它的這個門板 然後我沒有做把手 因為我的浴室已經夠窄了 如果有把手 我很怕走來走去會撞到把手 所以我直接做這種斜曲手的 就對戰者來講要開門這樣 喔很方便 然後後來大家可以看到裡面 這個裡面呢 非常的亂 就是堆了非常多東西 之前有人問我說 太老我想請問一下 你現在看起來好乾淨 請問要怎麼收納 來我告訴你 就是做很多的收納櫃 把東西丟進去 也不見為盡 你家這邊看起來非常乾淨 人類都是懶惰的 千萬不要跟你的惰性對抗 如果你想要對抗你的惰性 最後就是會失敗 不然就是你會過得很痛苦 然後再加上一個小撇步 因為你所有東西全部丟進去 你就會非常難拿東西對不對 所以你要買植物盒 我的這個櫃子裡面有超級多 這個是IKEA買的 超多置物盒 但我本來就有這個習慣 我本來在舊家就這樣 然後像這個盒裡面呢 是全部都跟臉 這個洗臉有關的東西 都在這一盒 洗臉的上面這一盒 全部都是跟敷臉有關的 所以就是面膜啊 所以就是非常推薦大家用這種方式收納 因為真的很簡單 那再來呢 講到配色的部分 因為大家應該也知道我是綠色孔 可是其實我們新家的主要顏色 是白色跟生木紋 那因為我們整個家呢 都沒有辦法讓我塞綠色 所以我就把這個綠色的腦筋 動到了浴室 這樣免疫反應浴室 既然要全部重塑 就可以按著我的喜好來做 那我選擇了這個板顏綠 也是有原因的喔 來大家看這個板顏綠的顏色 跟這個玻璃的顏色 是不是有一點點的接近呢 因為我的浴室用了大面積的玻璃 透出綠光的玻璃要配什麼顏色 就是配這個板顏綠 來已經幫大家配好了 如果你們要找OVO做衛浴的話 你們直接玻璃配板顏綠超級好看 就是配了這個板顏綠 既實現了我的綠色夢想 又讓整間浴室非常協調 然後我只用在這一區 雖是主題色 但它其實也是以點綴為主 所以你不會看起來很壓迫 因為我的浴室已經夠矮了 太矮的浴室是不可以有壓迫感的 選擇板顏綠之餘呢 它是重色 所以呢 要跟這麼重的顏色做一個搭配 我們要選擇一個比較過度的東西 我這邊的話選擇的這個搭配面板 是米布之 它其實基本上就是 打開這個裡面都會看到 這櫃子叫做筒生 這是它筒生的貼皮 那你關起來的話呢 就只會看到一點點 它跟丹麥小鎮的顏色很接近 所以它可以幫你做一個過度 那這個搭配當然每個人都每個人喜好 好但是我的浴室主題色就是 板顏綠加米布之的這個米色 然後呢我們再往下一點點 就是看到這個地方有一個蠻高的高度 這個高度呢大家可能會想說 哎呦怎麼那麼高 其實我的 concern 是這樣 一來我們家有貓咪 所以這個高度是我們家貓咪 可以稍微站著的高度 那如果很多人可能會做比較低 就只是方便打掃 稍微機器人過得去的高度的時候 貓咪一旦躲進去 你抓不出來非常麻煩 但這個高度是貓咪可以很舒服坐在這邊 因為我們每次在裡面上廁所的時候 我們家貓就會坐在這邊看我們上廁所 也是算是考慮到貓咪的需求 再來是這樣真的很好打掃 尤其你看我們那個裡面那麼深 如果你沒有做這個高度 你根本打掃不到那裡面 可是這樣我們可以輕易的把吸塵器放進去 然後掃地機器人也可以輕易的在裡面跑來跑去 推薦一下如果你要做這種脫開地面的設計的話 你可以考慮一下這個高度 有沒有符合你的日常使用 所以我們往上來看 我的配色邏輯就是 我整天都選好就是這個板顏綠加上米色 所以呢我在挑選整個浴室的東西的時候 我基本上就會以米色或是綠色這兩個顏色去做挑選 上面這個地方如果你用板顏綠就會太重 所以呢我的這個層板也好啊 打開方式層架也好 大家看到的都是這個米布汁的顏色 甚至靜櫃裡面打開通通都是大面積的米布汁 連我們的這個裝吹風機的盒子 籃子也是選擇這種靠近米色的 有沒有他們的顏色很相近這樣子做一個協調 你的浴室就會看起來很協調啦 接下來換介紹靜櫃的部分 因為靜櫃的部分也是定製的 那這個靜櫃呢定製的部分呢 我是分了乾區跟石區跟浴室一樣 因為畢竟我們在浴室用的東西像是這個洗臉機啊 或者是這個掛護刀有時候也會沾到水啊 或者是說我們的這個洗臉巾 有時候也都會沾到水 所以這些東西你如果把它摘到靜櫃裡面去 其實是容易發霉 屍氣悶在裡面出不來 這樣是嗯嗯 not good 所以呢我就有一個乾區的設計這樣子 那乾區的部分呢可能就是會需要稍微成立一下 稍微整理一下不然會看起來很醜這樣子 好還有牙刷啦牙刷我也是放在乾區的地方 然後像這個很好看的這個束口杯 是我在Zara Home買的 它是壓克力的 那來到這個靜櫃的設計的部分 我的靜櫃呢選擇的是三開式的 一大個跟一個小的 可是鏡子分成三片 當初有另外一個想法是 要不要讓鏡子平行這個洗臉台 就是它直接是置中 因為現在這樣站在這裡可能我的臉就會被切一半 這樣看起來就會覺得嗯怎麼那麼奇怪 最後把臉切一半 我的想法是這樣 這樣子對開的時候 因為我有時候要用這個裡面的東西 那我是不是打開這邊的時候 我要拿東西很方便 可是我同時可以用這面鏡子 那我有一半的洗手台可以用 就我在這邊保養啊什麼的時候 我就可以使用這面鏡子 所以相對的 如果今天換用這裡面的東西 這一格是老公的 老公要噴頭髮吹頭髮什麼的時候 他也是可以用這邊的東西來 然後同時有鏡子可以使用 這是我考慮的點 最後呢還有一個小巧巧思就是這個燈 就是我剛剛開的這個 可以讓你看到洗臉台的燈 因為我們的燈都在上方嘛 所以下方這個地方就會顯得比較暗 那我們這邊設計了一個燈 而且呢這個燈是可以讓你不用打開鏡子 就可以直接打開的燈 算是一個很順手的一個隱藏式的燈條 在這個下方的位置 有時候像今天是陰天 整個天色比較暗的情況下 可以讓你看得清楚你放在這邊的東西 或是你的水有沒有撥乾淨 然後呢過到這邊來呢 這邊我還設計了兩個層板 算是做一個空間的平衡 但其實這兩個層板是裝飾大於實用 因為我當時的想法是 如果我的鏡櫃全部都集中在這一邊 這一區牆壁會空到不行 我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選購了兩塊層板 然後一個比較淺一個比較深 讓它跟這兩邊的空間做一個平衡 那我自己後來覺得實際的效果非常好 這個地方不會看起來很突兀 反而這個地方算是一個平衡 會讓你整個房子這邊很有生活感 這邊很有儀式感 層板的旁邊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們的洗脫空 那洗脫空就是 假如我們要去洗澡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衣服可能就脫一脫 就可以直接丟在這個髒衣欄上面 然後我們就去洗澡嘛 然後定期可以洗衣服啊 什麼什麼這樣子 所以我是覺得 洗脫空設計在房子裡面 我覺得比較符合 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吧 我自己覺得 對就推薦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後陽台 你們到時候看新家兔兔的影片 就會知道後陽台有別的功能這樣子 但反正我目前覺得 洗脫空在這個地方很棒 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 洗脫空在烘的過程當中 因為會有那個熱氣 加上我們家通風很好 這間不濕欸 就是我明明就是 這邊是浴室 可是它那個水氣蒸發的速度 我覺得偏快欸 不知道跟它是 在這邊散熱有沒有關係 然後重點是 我們今天不介紹洗澡 但是 可以跟大家介紹 OVO經典的衛宇 他們真的什麼都有 除了衛浴、灌洗、廁所以外呢 他們連洗衣機洗脫空的龍頭都有 它的後面這裡呢 我也選配了他們的這個 洗衣機專用的龍頭 然後它是快拆式的 就可以直接卡進去的 還有一個設計就是 它會防止落水 因為有時候可能水壓太強或怎麼樣 那個龍頭沒弄好 就那個洗衣機的那個管子 掉下來了 那這時候如果你水是開的 是不是就會 然後就會淹水 萬一你不在家 你回到家就是變成一個災難 但是它有防護設計 就是當今天那個東西 脫開以後 它就會自動斷水 就會把你卡住 你就不會造成你回到家 然後淹水變成一片汪洋這種慘案 算是一個小小的細節 但是我覺得蠻重要的 所以如果家裡呢 是想要把洗脫空裝在室內的人 我建議你要裝這一種的水龍頭 以免災難發生 好的那麼講完了這個乾區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帶大家進入 詩區的部分 Let's go 沒錯 這邊就是我們的浴室裡面 那我們的浴室其實還算蠻大的 因為之前前屋主在規劃浴室的時候 他好像本身就已經刻練過 所以他的浴室已經比一般人家的浴室還好大 那我在浴室的這個隔間 因為我不喜歡很厚的牆壁嘛 所以我那時候在浴室做隔間的時候 我就直接選擇用這種霧面玻璃做隔間 因為畢竟只有我跟老公生活在這 所以其實還好 基本上你不要離那個門太近的情況下 你都看不太到 所以我覺得隱私上是OK的 我的這個玻璃呢 是找另外一家廠商做的 這家廠商我今天就不講了 因為這家廠商就是讓我非常不爽的一家廠商 但這個就不講好不好 我們今天只講美好的部分 好 反正呢 我就是做了玻璃的這個隔間 進到這個市區一來以後呢 先講我們的馬桶的部分 那我們的這個馬桶呢 是一體型的智能馬桶 顧名思義它就是非常的智能 它一體型其實還包含 大家應該好發現這上面沒有水箱 因為傳統馬桶上面是會有一個水箱的 但這個馬桶是沒有水箱的 在造型上我覺得漂亮非常多 我們的馬桶算是我覺得小小可惜的地方 大家知道馬桶需要糞管 糞管就是接大便的那個管子 糞管的位子很難移動 糞管如果就在這 你很難把它移去別的地方 而且水電師傅也會強烈不建議你移動糞管 因為你一旦移動糞管就會很容易堵塞 那糞管堵塞跟水管堵塞是完全不同級別的災難 建議大家糞管在哪馬桶就在哪 那當初我馬桶要裝這 然後隔間要裝這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OVO的人有很擔心說 會不會馬桶離這個玻璃太近不好用 就是我上廁所的時候很憋角 但是我其實仔細想了一下 水裡老家的廁所就是長這樣 所以還好其實上廁所的時候就這樣 因為我自己上廁所是沒有把推打那麼開的習慣 因為好就好 但他們的業務其實都會幫你多思考一些東西這樣 所以他當時就一直很擔心說這個馬桶 那大家要裝這個東西的時候 就記得就是糞管要請那個水電師傅丈量一下 對但這個有點太專業了 你到時候裝馬桶問師傅就對了 然後呢大家可以看到我這個馬桶呢 想必一定是免制馬桶 因為我自從用了免制馬桶 結果就走不去了 除此之外 他這個馬桶很節能 但是他還可以做到溫水不間斷 因為我個人洗屁屁一定要用溫水 尤其是冬天的時候 還有坐墊也要溫溫的 然後他還有一個溫風暖風的設計 就是用熱風吹你的屁屁啦這樣子 反正他這個馬桶很厲害 就是他按下去真的就是溫水 但他又不會很好點 我們這兩個月的電費帳單已經出來了 你們猜多少錢 是1400塊 我們的冷氣狂吹洗脫風也有用 馬桶是智能的 電子儀償也有用 我們的電費才1400 我不知道我以前浮游在幹嘛 我買了一堆耗電耗到不行的吃電怪獸 因為浮游之前最狂的電費 夏季電費是 一萬一 whatever 好 反正呢就是推薦大家可以買一些智能的東西 那講到智能呢 就不得不提這個馬桶它的最厲害功能之一 就是腳觸 就是用腳觸碰它就可以控制沖水 然後你如果是坐著上廁所你站起來 它就會自己沖水也是很方便對不對 它的沖水是沖兩次 因為它的水是漩渦式的 因為它沒有水箱 所以它沒有辦法用高低插 然後快速沖水 所以它是漩渦式的 所以它會沖兩次 確保有把水沖乾淨 對目前為止還沒遇到什麼沖不下去的 腳觸這件事情 腳觸這件事情 對腳控制這件事情 不是那個腳控 用腳控制這件事情呢 就是為了廣大男性發明的 女生是坐著上廁所沒什麼問題嗎 因為它這個馬桶 基本上只要你是坐著上廁所 站起來之後它就會自己沖水 但是男生很多時候是站著尿尿 那有時候這樣尿尿 尿完之後 很多男生壞習慣就是會懶然沖水就會走掉 因為有時候沖水就還要你這樣按 還要你彎腰還要你這樣按 就很懶惰 可是呢現在只要這樣 輕輕一踢 還可以帥氣的轉身 就這樣 然後就這樣 去洗手 好不好 所以你的男性家人 有這個壞習慣 你可以建議換這個馬桶給他 就是告訴他說 以後沖水就是這麼簡單 你腳輕輕一踢 就可以沖水了 好那講完馬桶之後呢 我們來講馬桶的附近 這個我本人是一定會裝這個沖洗器 那這個沖洗器 它就是可以跟著馬桶的水源一起去接的 所以只要你有馬桶 你有水源 基本上你就可以裝沖洗器 那這個沖洗器 如果你是同性戀 你應該就裝這個沖洗器給幹嘛 但如果你不是同性戀 這個沖洗器呢 還有一個很棒的功能 就是 因為我有時候講嘛 就是可能你要洗馬桶 有時候馬桶可能就是 剛好就是那個特別黏的 你可能吃太多肉了 特別黏的 洗不乾淨怎麼辦 沖洗器就可以幫你輔助洗 它有水壓蠻強的 所以它可以幫你輔助 把那個東西沖掉 那如果洗不乾淨呢 旁邊還有馬桶刷可以刷 那我本身家裡馬桶刷是使用這個 拋棄式的 是之前跟那個垃圾桶一起團購的 然後這個是拋棄式的 你這樣洗乾淨之後就可以直接丟掉 然後它本身還有香味這樣子 我覺得很方便啦 就是一體成型的這樣子 然後有時候甚至啊 我自己齁 有時候的習慣是上完 然後看這裡很不順眼 我會順手就洗馬桶 像這樣子 因為我家馬桶真的很乾淨 所以呢 我可以用手洗啦 啊公共廁所 我就不可能跑 所以呢有時候洗完馬桶 我就順便洗手 感應師垃圾桶 之前能夠過的 啊這個之後也會開團 所以大家要自己密切留意齁 好然後再往上這個地方呢 這裡我選了一個 這個鋁合金的織物架 這個欸這個織物架很好看 而且它這個織物架是一系列 它有這麼短的 也有很長的 等一下你們會看到 然後這個短的 我覺得剛好可以拿來放衛生紙 然後這個衛生紙盒是厚辣的 之前我有買過它的黑色 就是浮游是用黑色的 那這邊呢我就是買白色的 就是蠻好 蠻方便的就直接衛生紙進去 然後蓋起來就可以了 就放在這個地方這樣子 那左右兩邊呢 因為這個平台啊 我其實不知道為什麼圓屋組有這個平台 但anyway我就把它保留了 反正這個平台呢 我就在上面放一些像植物啊 或者是ASOP的那個香氛 就是街馬桶如果上完廁所 你覺得空間比較臭 你就這樣倒個幾滴下去 它一碰到水就會乳化 它一乳化之後就會在空氣中揮發 然後就會有那個香味 這個我覺得還不錯啦 然後就擺在這邊 順便買ASOP很漂亮 所以它就在這邊當成一個裝飾品 然後旁邊再放一盆小小的龍舌蘭 這是我自己繁殖的龍舌蘭 然後這邊後面這裡我也放了一個擴箱 是謬香 我這個放的是謬香的 是他們的新品 然後這一款非常適合廁所 因為它是木質調瓜果香那一文 是高級的廁所味好不好 我們廁所不要再這麼鎖 我們廁所不要再用什麼檸檬清香 什麼柑橘清香 啊 so boring 我們廁所從今以後會換成謬香的樹海 這個味道非常高級好不好 我就把它放在馬桶後面 馬桶最需要香 我到底有多害怕臭 這邊又放了一個這個 然後那邊又放了一個那個 好啦那廁所區介紹完之後呢 我們來介紹這片玻璃後面 我的淋浴間呢其實就跟廁所用一個馬桶 用一個玻璃格這樣子 我們先介紹一下我們的這個淋浴架 這個東西呢 剛剛有看到嘛 我就說我這個整個廁所的龍頭 我全部都是選購這個白色搭配不鏽鋼的顏色 它有一整組 包含長的龍頭短的龍頭幾首台龍頭 所以你要搭一組是ok的 然後為什麼我會選擇這一款呢 其實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它 Slowlab綠水蓮蓬頭 因為我這個本身呢就是 已經使用綠水蓮蓬頭很久的時間了 所以我不可能說半道新加來 我就不用綠水蓮蓬頭 那綠水蓮蓬頭是白的 那我就覺得嗯白色配不鏽鋼 那不如就把它做成一個主題吧 我覺得OVO很厲害耶 它們居然有白色配不鏽鋼的龍頭 我真的是沒在市面上騎到地方看過 然後我一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真的欣喜若寬 而且它們細節很多 它們的這個小小的這個把手什麼 它都做方形然後又倒圓腳這樣 我覺得很可愛 所以這一組我非常滿意 很好用而且出水很穩定 它連這裡都還可以選購一個小小的植物架 所以我就剛好放了我兩瓶皮皮皮套的頭皮洗髮精 就直接放在這兒 好可愛好方便喔 因為有了這一個 讓我的SlowLab綠水蓮蓬頭變得順理成章 在這邊真的要呼籲大家 你們一定要用綠水蓮蓬頭 給你們看新家多可怕 兩個月已經變成這個顏色 而且我發現南屯的水質跟東區的水質不一樣耶 南屯的水質裡面含有很像鐵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邊的髒污洗完之後 我們的綠水蓮蓬頭裡面比較紅 浮游那邊可能因為採光過好 裡面有一些綠色的那個植物啊青苔什麼的 所以我們的那個棒子比較綠 所以證明它真的有在綠 然後呢再講到這個綠水蓮蓬頭一個小小的tips 就是呢我在安裝這個架子的時候 大家應該知道吧這個架子就可以讓你這樣子 隨心所欲的調整它的高度 你看我們家浴室有多低 我連最高都不行 會直接撞到好不好 但是就可以調這個架子 那這個架子呢在安裝的時候 如果你是有跟我買綠水蓮蓬頭 或是你要換成其他蓮蓬頭 而不是使用OVO原廠蓮蓬頭的人 你一定要記得請師傅幫你把這個 調整這個蓮蓬頭弧度的這個鎖緊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原廠的蓮蓬頭比較輕 但是綠水蓮蓬頭裡面因為有水很重 所以一開始沒有鎖很緊的時候 它就會這樣 沒有關係這是可以請師傅直接做調整的 因為現在這樣用起來就沒有問題了 好那麼介紹完淋浴之後呢 旁邊講到剛剛講的這個金屑的架子 它這個是霧面的金屬就是拉絲面的金屬 我必須說一句實話 不鏽鋼雖然很漂亮 可是不鏽鋼很容易產生水痕 所以你還是要養成習慣擦 那這個檯面呢 因為上面就是要放一堆東西 所以它下面很聰明的使用了霧面的金屬 讓你不用一直顧它 因為如果這個下面你想想看 它是普通的不鏽鋼面 它會滿滿全部都是水痕 我會覺得比較困擾 但它出了這種然後下面又有這個漏水的 很方便就是這個下面都不會濕濕爛爛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驗 浴室只要你把東西放在 不會漏水的東西下面 你一陣子拿起來 這下面都會累積很多可怕的東西 然後你整個下面都會黏黏的 久而久之它就會發霉 我覺得很噁心 建議大家可以選購這種下面有很多 這種排水孔的植物架 可以藏保你的浴室的東西 不會摸起來很噁心這樣子 因為畢竟這些都是要用在你的臉上 你的頭上你的身體的 如果它發霉了 就是直接用在你身上就是不太好 我換個角度 因為我剛剛圓形凸 挺好說那個角度太明顯 對沒錯 我直接在那邊解答大家 因為很多人那個更衣室的tool的時候就問我說 我頭上有沒有凸痛 就是壓力太大 醫生說壓力太大 我現在頭上總共有六個圓形凸 就是俗稱的壓力性掉法 但whatever現在正在治療中 大家不要擔心了謝謝 它這個地方有做這個護欄的設計 那這個護欄雖然說不是很高啦 但是至少可以防止你一推就掉 有沒有有時候不小心放一個不好怕掉 但其實有這個護欄的設計 多數時候不會掉 這三罐是角色洗髮精 就是因為我在染頭髮嘛 這個是紫色這個是咖啡色這個是綠色 就看我那時候染什麼顏色 之前還有紅色但紅色的瓶子 因為比較稠被我收起來了 是染粉紅色的時候用的 然後這個有超多人看到我線動 然後一直問我這個好不好用 這是什麼你們知道嗎 洗頭的時候要這樣按摩頭皮的東西 但是你們知道它是什麼嗎 它是寵物用的那個按摩他們的毛用的 那因為我覺得很好用 就先給我們家毛剪 很好用用這個洗頭皮非常舒服 因為它的矽膠很軟 不會傷貓咪也不會傷我們的頭皮 就推薦大家可以買這個 這邊是一些髮膜啊什麼的 然後這個就是我愛用的這個阿皮皮塔的這個沐浴乳 好然後這邊是我的潤髮乳這樣子 這一區講完優點話來講缺點了 就是我當初設計這個房子的時候呢 因為這個房子全部卡掉從座 所以泥座水泥是重新抹過的 大家知道什麼叫泄水波度嗎 泄水波度就是要從一個高處讓水流到排水孔的位置 浴室不可能是平的 因為浴室如果是平的就會到處擠水 我當初泄水波度抓的是夠的 但是我泄水波度是從馬桶那個地方 就是門口開始往這邊抓 可是我忽略了一件事 就是我的淋浴間其實在這兒 所以我的泄水波度等於從這裡到這裡的環 的波度不夠 所以變成水流到這個排水孔的速度很慢 然後我這裡當初又想說浴室夠窄了不要裝一個門 所以就現在每次洗澡 洗完之後那個水就會順著這裡地板這樣流 因為這裡排不掉 它就會往旁邊流 往馬桶那個方向去流 這樣就毀了我乾脆分離的美意了 所以我只好上網買了這個防水膠條 弄在地上 算是一個盡可能小防止這個水 大量的流到馬桶那個地方去 有一點點用 但大概只能阻隔50%左右的水 這件事情我目前還沒想到怎麼解決 我之前有想說還是要把排水孔打大一點重做 但這好像是一個有點大的工程 所以現階段呢 我就是在這邊洗澡的時候會覺得很暗淡 那我的唯一解決方法就是使用水刮 就我現在的解決方法就是 每次我洗完澡以後我就要這樣子 然後把水這樣掛進去 這個水刮也是經典衛浴的 而且他們真的什麼都有耶 他們有這個不鏽鋼的水刮 不鏽鋼水刮也太好看了吧 就把它掛在這裡 而且它不鏽鋼水刮的有一個置物架 那個置物架是不用鑽釘子的 它直接貼在磁磚上面就可以了 非常方便 好 那講完了淋浴間呢 接下來我們來講我們的浴缸 我們的浴缸呢 我選用的是獨立式的浴缸 因為呢 當初我們買這個房子的時候 老公就是看上了那個大浴缸 因為我老公其實有一個夢想 就是家裡要有浴缸 所以當我當初決定把那個浴缸打掉的時候 我就想說一定要買一個浴缸給老公 這一次我選用的是獨立式浴缸 因為如果大家家裡有裝過 包含其實那個原本的水泥漆起來的浴缸 你們就會發現 當那個浴缸壞掉的時候 因為那個浴缸 它不只是浴缸 原本舊的浴缸 它還是一個按摩浴缸 但是 它的按摩功能壞了 就是那個浴缸的水泥下面有一個通風口 維修孔 我們打開之後我們真的下風 蟑螂屎 壁壺屎 裡面有一大堆東西 它的那個控制器整個發霉生鏽 整個浴缸都髒到不行 不行 我不能接受 所以我就想說算了算了那個浴缸我就 因為本來還覺得很捨不得想要留那個浴缸 後來直接 心一狠 把那個浴缸全部打掉 打掉還花了超多幸運的費用 所以我真的建議 如果你現在在蓋房子要做浴缸的人 你還是就買這種 獨立式的浴缸吧 因為這個浴缸呢 它是可以搬動的 而且它很輕 我們只要兩個人 我們就可以搬動這個浴缸 它也可以換位子喔 只要你有排水管的地方 就可以放這個浴缸 然後呢那個OVO他們可以選擇的浴缸 形狀也是超級多 尺寸也超多 就是舉例來講這個浴缸 它好像有什麼150 160 170 180 就是有各種長度可以選 然後我選的是對稱型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浴缸的形狀很可愛 然後這個浴缸也比較深 所以呢我的腳 其實基本上是完全可以放平的 這個後面還可以很 就是比較符合人體工學 就是直接靠著 然後在這邊用手機啊 或是看書什麼的 很方便 而且我的腳可以完全伸直 女生在裡面簡直像在游泳時宜 然後再來一樣嘛 這個龍頭就是跟我剛剛講的 我們整個家全部的龍頭 都是這個白色搭配補鏽鋼的顏色 然後我剛剛說到他們的小細節就是連這個 這個是切換蓮蓬頭跟這個龍頭的開關 都設計得超可愛 我真的覺得這個好可愛 這長得超級可愛 手感也很好 那這個出水管這麼長的用意 它其實就是因為呢 有些浴缸這種獨立式浴缸 它可能不會離牆壁這麼近 今天就算你浴缸在這裡 你也可以放到水 就是很方便 因為我剛剛說嘛 這個浴缸是可以移動位置的 所以呢 要打掃什麼也很方便 然後 但我平常大概都會選到這個位置來 平常不用的時候呢 就直接把它轉向 收納起來 好方便 然後它也有這個蓮蓬頭可以讓你在這裡 很方便的清洗這個浴缸啊 或是什麼 但因為我跟大家講 我選的這個浴缸是比較平面的 它因為下面的平面太多了 所以泄水潑度比較不夠 的情況下呢 你洗完是可以稍微用水管 刮一下水啦 它會乾的比較快這樣子 然後旁邊這個地方一樣 是選用了這個植物架 那這個植物架 比剛剛淋浴間的植物架 再小一點 它是一個中型的植物架 也是蠻耐放的 而且像我們放這邊 這麼重的沐浴爐什麼的 它其實都 承動力是夠的 這個植物架呢 它其實大概 從25公分到60公分都有 所以大家就可以自己自由 搭配看你的空間 需要那麼大這樣子 最後呢 這邊有個大窗戶 所以我自己是選用這個 鋁百葉 金屬的這種百葉窗這樣子 算是比較 比較有隱私之餘 它也比較不怕發霉啦 這樣 然後是選用白色的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整個 浴室的這個改造跟介紹 然後我們也是 非常感謝我的這個 慈善掃開朋友 以及這個OVO的經典衛浴 因為這個浴室算是我目前 整個家住起來 最滿意吃的那個 淋浴間的食博度 跟這個 玻璃廠商安裝的時候 讓我很生氣 除此之外 一切都非常的滿意 那這邊其實真的 蠻想推薦的就是 OVO經典唯一給大家 在台灣的這麼多品牌裡面 我覺得它算是 質感最好的其中一個品牌 然後呢 他們是完全台灣的在地品牌 而且他們已經有18年的經驗了 所以其實你問很多水電師傅 他們應該都知道 他們家的東西 那麼我覺得他們的服務 非常的親切 而且在設計跟規劃方面 也非常的體貼跟到位 所以重點是 他們能夠客製化的設計的東西 也很多 然後我覺得很適合 給注重生活品質 現在正在裝潢房子的人這樣子 然後因為他們的客製化 也可以做得非常好嘛 像我剛剛身後這些 全部都是訂製的 我是直接到他們的門市 去做挑選 然後他們的選擇非常的多 之外呢 他們的服務人員 也會很耐心的 然後讓我選擇 我要的東西啊 這樣子 然後讓我搭配最到位 而且他們也會給你專業建議 像這個丹麥小鎮 其實就是他們的 服務人員介紹我選的 他說這一塊非常多人選 然後這一塊照顧起來非常好 而且他跟這個綠色也非常搭 所以當時就聽了他的建議 然後弄我這一塊這樣子 好的 那麼以上呢 就是整個這個浴室的這個改造的部分 然後我剛剛才發現一件事 我忘了再跟你們講一個小小的細節 就是我的甘驅使用的是木頭地磚 好啦 但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就是外面是木頭地磚 裡面是水底地磚 但anyway 我自己對於整個浴室的這個設計啊 就是都還挺滿意 自己設計的時候都挺滿意 我跟你講好像有點太自戀 但我目前用起來真的都覺得滿喜歡 然後就是也推薦這個景點給大家 我真的覺得就是台灣的品牌 然後做得很好這樣子 價格上我覺得也會比較省 就是你想要質感的同時呢 你不一定要用到進口的那麼貴的東西 可以參考一下台灣的品牌啦 以上就是整個浴室的改造 那麼接下來呢 房子的後續改造就盡情期待囉 那今天這支影片先到這邊 想要這支影片不要再來按讚分享 我們這支影片都關掉三次 掰掰